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注意啊 这部分的内容如果你要做的话呢 你就必须得有什么呀 必须得有咱们这个模块了 就是咱们荣灾系统的这个模块的增判改查了 是吧 哪个模块 就任务管理模块的增判改查了 然后因为可能会涉及到这里面的对象的操作 是吧 然后你点恢复啊 或者是立即执行啊 或者是暂停啊 那就会调用什么呢 就会调用我们就是这个 sadual 这个啊 就会调用我们sadual对象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 启动啊 执行啊 删除啊 暂停啊 立即运行啊 那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就会调用它 所以那接下来呢 我们你想象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个 最后我们说应该在哪调啊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模块的 service层去调用啊 就任务管理模块的service层调用啊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要点一下 它执行controller层 然后controller层调service层 然后service层再调用那个shedual的相应的方法 去执行 对不对 那接下来你会发现 shedual的这些方法呢 其实写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你看这个笔记里面 这完整的代码shedual 有这么老多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呀 做一个工具类 对 把它封装一下 明白吧 那工具类 完整的那个工具类吧 挺复杂的啊 然后又集成了反射机制 去去找那个任务 因为未来我们的任务 是从哪拿过来的 你会发现是从这拿过来的 这个就是任务类的那个 bin的名称 就是由那个类 自动会生成一个bin的名称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那个任务类的方法名称 我刚才写那个task的时候 我特意 就是这个test task呀 我特意写了这样的两个名字 和我们现在数据库中 已经录进去的这两条记录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能让大家理解 明白吧 就是未来我们 这个东西是要录在数据库里的 就是你创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类 那我们把它录在这块 录在这块之后 回头系统当中 它在读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去帮我们执行这个任务 那咋执行 它通过Java的反射机制 去帮我们动态的创建这个对象 然后来调用这些方法 然后创建完了之后呢 由任务来帮我们把这个方法调用出来 明白这意思吧 但是前提是我们先把它配出来 先把它配出来 所以那整个我们最终的那个优求方法呢 会有一个现场池的一个操作 会有基于Java反射机制 上这个里面去取数据的这么一个操作 还会增加我们的这个书写任务日志的 那么一个操作 所以说那个方法还是挺复杂的 那我们先不把那个方法直接给大家 不把那个工具类直接给大家 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个工具类实现出来 然后能那个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了 所以咱们来创建这样的一个工具类 我们创建一个叫做 我看起的什么名 shiduleyoutube v1叫他 shiduleyoutube v1 在哪写呢 我就全都直接写在cos里面吧 是吧 咱们把它都放在一起 看得清晰一些 你也可以写在工具里面 是吧 都可以 写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里面呢 它会有若干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public 然后这个static wild 然后这块写create job 它有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接下来呢 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 public static 我看一下啊 我那个完整的工具被让我放哪 除了有create job之外呢 还有update job 这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另外呢 对 这是创建是吧 这是更新是吧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个pulse 就是停止啊 暂停 puse pulse 然后除了有pulse之外呢 还有这个resume 叫还原 因为你暂停了之后 你就得 你就得还原嘛 resume r-e-s-u-m-e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delete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立即执行 run 我们就写个run吧 就是这个方法 对吧 你默认情况下我们那个job 创建出来之后 它第一 它就会有一个延迟的是吧 刚才我们配了 然后第二 你没有延迟的话 它也得到 它的那个执行的时间点 它在执行 是不是啊 你就我现在等不及了 我现在马上就要选中一个任务 就让它马上执行一下 那你就怎么样 选中它 然后点立即执行 它就执行了 明白吧 然后 你要是点暂停 那么即使到了 它该执行的时间 它也不执行 明白吧 然后你要点恢复 那么它就会把暂停的状态 给你恢复回来 然后又正常的 按时间的这个定制来运行 这就是这样几个按钮啊 所以呢 这个是 Shadow YouTube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创建这个Create Job 这个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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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